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让其他人去影响你的这样的选择 因为你只要专注自己的课题就好 你去做一件事情的原因应该是你想去做 或者说这件事情对你实现长久的目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不是说别人也在做 成为职场新鲜人兴奋吗 我从设施二级研究 那我自身是一个求职率比较强的人 我会觉得说每天虽然我做研究也压力很大 但是就不断地向真相去趋近的这个过程 是我非常享受的 同时接近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感 也会成为我日常工作的一个长足的动力 关于拓宽国际视野的独特体验 一方面是去做一些书面的功课 对于一些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 我会阅读一些书籍 来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 包括也会读一些新闻 来了解他们目前的市场状态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背景知识 第二点当然是去亲身的体验和经历了 那我在殖民项目的两年当中 第一年在LBS 第二年在复旦 都有了很多和外国同学交流的机会 那去交流不仅仅是一起工作 一起学习 包括交流了各种生活上的一些想法 那这对于我来说 提升国际视野都是非常帮助的 我觉得就是在当下这个环境里 充斥了各种声音情绪 那如何从中去分辨出真正有价值的事实 其实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我从事的是二几年就工作 所以每天早上会进行一些news round 大概会花15到半小时的时间 那通过这些渠道去了解整个市场 整个全球在发生怎么样的一些大事 那这些大事会对我们日常的生产经营 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 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非常建议 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保持一些对国际环境 和身边大事的一些敏锐度吧 Gemine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能够让我们认识很多海外的同学 那通过和他们去交流 去沟通 我觉得也可以加深对彼此的理解 如何定义复旦 在我的观察当中 复旦人虽然走不同的发展方向 但其实都可以活得多残 所以我觉得这是复旦最好的地方吧 就是可以让大家无备定义 我会用平台去定义它 因为复旦对我来讲 就是给我提供了一个 可以去积累经验 以及卖数值上第一步的这样一个平台 这真的是一片非常多元的成长沃土 在这里真的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和机遇 那也希望学弟姐妹们可以真的好好珍惜在复旦的时间资源 好好利用复旦的一切 能够在这里获得非常快 也非常好的成长 至少就是六年后会成为一个真的很不一样的自己 到这里ź远 咱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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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啕